这是一只人见人爱的母蚊子 每杀死一只都能提升一个等级 可男人却因此被荡成了精神病 因为他头上的数字从始至终都没有变 害得姐姐一度以为他是由于等级回退受到了打击 可只有男人自己心里清楚 一切都是那把新手短剑搞的果 原来就在两天前李光宇还只是名普通的见识 智力成为猎人是他这七年来最大的梦想 只不过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 因为考核内容是需要击杀指定的方法 但现实却是低级玩家根本不可能击败这些怪物 就算是在等级提升后 也会被那些财阀二代以精良的装备抢掉吧 以至于每次战斗他都只能当个陪衬累个半子 日积月累的挫败令他早就看清了现实 所以这天当他看到这篇文章时 光佑顿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居然说没有成功是因为不够努力 这些写文章的人真的有了解实际情况吗 然而还不等他发泄心中的愤慨 正在沐浴的他又被令人主管打个正着 低级怪物你都杀完了吗就开始休息 可事实是光佑早就完成了分内的事 然而主管却还是不依不饶 既然如此就应该上交战力品破到门口集合 难道你不渴望冲击最后的报关卡吗 这张大饼光佑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遍了 但是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 纵使心中百般不愿也只能灰溜溜的跑去集合 只是令他意外的是这次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原来是此刻门口集合的人数远比以往的要少 而且还都是些低级别的实习生 使得光佑不得不去猜测 是否有人也像他一样还在沐浴 就在这时一个胖子带着吹捧的语气朝他奔来 但是光佑的死党也是高中同学金灵溪 不知为何他今天显得格外高兴 经过询问这才得知 原来是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一级地下城 为了抢夺高额的手通奖励 大部分猎人都去了那边 这就导致此次的地级副本只有这么一点人了 不过这也意味着光佑这次真的有机会守任Boss成为猎人 但在那之前他必须要搞清楚 仅剩的那两名工会成员到底是谁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输出 以往都会在每十名实习生中安排两名百级以上的猎人 可在一番观察部后光佑发现 这次的工会成员里除了一名205级的老猎人 就只有一名55级的新手崔仔英 除了一身耀眼的装备外 他居然连突袭领主的经验都没有 唯一有点特殊的 就是他那身为韩国中间企业会长孙子的身份 这可不是一件好消息 因为击杀领主可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他需要你能够处理间歇性出现的小怪 并适应突然改变攻击目标的Buff 1 此外当领主的生命值低于30%后 若是没能在三分钟内清空他的血条 还会发生自暴与所有人同归于尽 当然大家可以在中途退出暴房间 但这就意味着这一轮的突袭将会前功尽弃 因为若是领主自暴时没有人在 不光地下城会被自毁 就连所有的经验和奖励都会消失 这样的规则光佑其实早就耳熟能详 只不过这次他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前期的战斗进行的非常顺利 原谋的血量很快就掉到了30% 但随着他肚子上那颗眼睛的亮起 情况开始急转直下 因为被召唤出来的骷髅怪不光是数量 就连等级都远远超出了预测 实习生命很快就牺牲了一大半 光佑也明显能感觉到愈发的力度从心 然而还不等他请求支援 崔仔银这个耸包反而向他寻求且帮助 而毫不知情的主管此刻又在催促他们 这时间光佑也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好兄弟金灵溪突然发力 替他们抗下对付骷髅怪的所有压力 这才有机会加入到斩杀猿魔的战斗中去 只可惜留给他们的时间也已经所剩无几 面对还有23%的血量 这显然不是他们三人所能解决的 光佑当即提议放弃作战选择撤退 可没想到这个主管也是个猛夫 只会一味的盲目打鸡血 全然不顾现实中的敌我差距 就在这时一声惊呼传入光佑的耳朵 警觉的他立刻向后倒去 这才及时躲开了致命攻击 仅仅只是划破了鼻梁而已 被吸引注意力的众人这才发现 无数的骷髅大军正在朝他们袭来 而原本的突袭小队却早就已经阵亡 凡然醒悟的主管立马下令撤退 可老媒的崔仔英偏偏又在这时被刺伤了左腿 情急之下光佑只好出手相助 背起崔仔英就往入口跑去 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19秒 可眼看着即将安全抵达洞口时 只针对光佑的阴谋也接踵而至 就在光佑拼尽全力将背上的仔英推向洞口后 一名骷髅兵的攻击也即将落下 好在对付小怪光佑还是信守拈来 只不过时间也只剩下了最后的四秒 千钧一发之际光佑却原地愣了一秒 因为他看到仔英的脸庞突然猙獰了起来 下一秒一只臭脚毫不留情地将他踹了回去 光佑不住意外地被留在了房间里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周文顿时陷入一片无海 曾经的一路目如走马登丹永线 那是儿时的自己与父母 也是他智力成为猎人想要守护的对象 和那慈祥的脸转瞬又变成了骷髅头 光佑被吓了一跳 但好在他也清醒了过来 幸运的是他竟然还活着 不幸的是此刻却被埋在了一堆废墟里 就在这时他仿佛听见了有人在呼唤他 原来是主管带着紧身的两人重返这里试图找到光佑 可还不等光佑出声回音 洞穴却再次剧烈地震仗起来 碎事碰撞的声音瞬间掩盖了光佑的呼救声 同时也彻底断送了主管想要继续搜寻的念头 光佑毫无悬念地再一次被掩埋 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原本朝他所命的骷髅此刻却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支撑 碎事刚好被骨头卡住没能再寸进半分 虽然连体力都只剩下最后五点 似乎并没有任何逃出去的机会 但突然出现的微风却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 因为这就意味着洞口的另一边就是通道护士空间 既然 洞口背后果然别有洞天 只不过此处的建筑明显与之前原魔的房间截然不同 直到通道的镜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空间漩涡 那俨然就是一个通往其他空间的次元之门 可当他触碰上的一瞬间这才发现 这并非是什么通往外界的门 而是一个他前所未见的双S级副本 要知道这可是只有600级才能进入的副本 就算是当今最顶级的猎人也会犹豫是否接受他的 更不用说光佑这个只有46级的小菜鸟 他的选择当然是赶紧跑 天不遂人愿 再次坍塌的空间彻底堵死了回去的路 接连落下的石块更是逼着光佑不得不往回跑 最后走投无路只好投身进了这双S级的副本 只是没想到这里面的风景却是好出奇 除了几座墓碑外完全看不出是一座地下城 然而迷雾里渐渐清晰的身影却吓了光佑一跳 不愧是怪物吧 不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因为那人的状态窗呈现的是蓝色 这就意味着对方应该也是个人类 可当光佑试图向他寻求帮助时 男人的身上顿时迸发出强烈的白光 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将他推了出来 无论尝试了多少次结果都是始终如一 直到被捉弄的男人实在忍无可罗 光佑之才反应过来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副本NPC 从对方口中得知逃离这里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通关地下城副本 这对他这个菜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然而还不等他过多的悲伤 男人却表示并不需要为此气馁 因为无论是46级还是500级来到这里都会被打倒 唯一制胜的关键只有运气 对于这个只有满足特殊条件才能进入的副本来说 你能出现在这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所以再幸运一次也不是没有可能 说着男人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然后连给光佑询问的时间都没有 就这么突兀地飘向了空中 最后只留下一句小心天赏 这里吓得雨可是很痛的 下一秒一个熟悉的窗口出现在了空中 任务找到武器 还不等光佑有所反应 就见天空突然亮起了一个光点 紧接着就见到密密麻麻的黑影不断逼近 仔细看去时这才发现 竟是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武器 光佑顿时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疯狂舞动着身体以免被直接砸死 可令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这天上除了会下武器外 竟然还有一只牛 而如何击败它才是光佑真正的挑战 一直连等级都不详的巨型牛头 居然是自己的对手 光佑能想到的就只有利用身后的这些武器 而事实也果然没有辜负它的期望 因为它随手拔起的一把剑 竟然都是传输级武器 而且甚至还没有佩戴等级的限制 光佑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对于还未苏醒的牛魔 光佑非常有信心能一击毙命 可当剑刃撞击出一声剧烈的暴鸣声后 光佑再次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提示 竟然是零点伤害 而且由于刚才的打击牛魔也即将苏醒 留给光佑的时间不多了 他再次举起了一把看起来很厉害的武器 果不其然这又是一把传说级武器 而且甚至还附带有一个强大的主动技能 只是当攻击再次落到牛魔的身体上时 结果却依旧只有一个灵字 这下光佑是彻底猛了 此时的牛魔已经完全苏醒 接下来会面临怎样的怒火已经不言而喻了 光佑能做的就只有拼了命地跑 可也不知道是脑子里突然搭错了奶根筋 光佑突然停下了脚步 紧接着身体下意识摆出了斗牛的姿势 想不到却因此获得了奇效 成功骗到牛魔后的光佑终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 可问题是到底哪一把才是正确的武器 这里起码有上千把剑 估计还没找到就被牛魔给顶死了 光佑的脑子都要炸了 眼看着牛魔再次接踵而止 他只能胡伦抱起了一堆的剑 然后肆意地砸向了牛魔 哪怕只要能造成一点伤害 那都是有效的武器 但事实总是事与愿违 一连串的数字铃不断从窗口跳出 无奈之下光佑只能顾忌神师 再次用起了斗牛的招式 然而这却给天上的男人看乐了 也许可以当个很好的斗牛社 但同时接连的势力也让牛魔彻底暴走 只见他立马止住了前冲之势 仅是牛尾横扫而来的破空声 就足以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光佑顺手抄起了地上的盾牌 有个强大的冲击力 还是令他直接倒飞了出去 直至飞出了数米开外 这才止住了下落之势 手中的盾牌不出所料的粉碎殆尽 残留的余威更是夺走了光佑最后五点体力 这就意味着任何强化效果都已经失效 他此刻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名普通人 眼看着死亡的气息越来越近 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 把左边的武器拿起来 这是一把封属性的英雄级武器 此时的光佑还不明白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扑面来的牛魔逼得他不得不立即催动武器 男人的第二条指令也接踵而至 瞄准九点钟方向 先军一发之际光佑成功执行了指令 光佑再次侥幸逃过一劫 可后背突然出现的大树却撞了他苦不堪言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此刻就像一块破步 魔力和体力的清空令他再也不可能承受任何的攻击 就在这时一把金色的武器闯入了他的视野 那诡异的刺路角度明显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光佑似乎明白了男人的意义 此刻不管对错与否 他都要拼尽全力最后一搏 说是简单握在手里其实更像是匕首 通体的金光无不彰显着他与众不同的地位 与此同时任务完成的提示也接踵而至 只是伴随而来的新任务却是要光佑击杀掉面前的牛魔 面对牛魔迸发出的骇人气势 光佑其实并没有多少信心 更不太相信这把短剑能有多少威力 但他别无选择 只能纵身一跃选择正面迎战 两股能量的碰撞顿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光佑也因此陷入到了昏迷 再次醒来时 已经是两天后的医院病床上 以及头顶上只有一的等级 他明白这与那个隐藏任务肯定脱不了干系 于是在得知身上的物品都被放到保管室后 他当即就要夺门而出 希望能从那把短剑上找到线索 可当他拧开医院房门的把手时 却与一位不速之客撞了个满怀 光佑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杀人凶手竟然还敢来看他 而且还一副道貌安然的模样 搞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光佑顿时气得命运远征 管他是不是什么会长的孙子 直接一把揪住崔仔英的衣领 然而这却吓坏了身后的母亲 不明真相的他哪里知道 这是差点杀了儿子的凶手 他只知道这位是替他们家支付了医疗费的大恩人 而崔仔英更是人如其名音的狠 联邦假惺惺的表示这些都是自己应该的 见状光佑也明白不适合在家人面前闹下去了 于是在好说歹说劝走妹妹和母亲后 这才平复下心情认真提出了疑问 到底是为什么 我需要一份答案和道歉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崔仔英漫不经心走到了床边放下花束 就是每天都要参加的继承人考试中 那天刚好需要原魔的物品罢了 但是原魔自爆使房间不得有人吗 而当时就只有你是最佳人选仅此而已 光佑气得咬牙切齿 他不敢相信居然为了区区一场考试就要把人逼入绝境 可是实施这才只是崔仔英崩他价值观的冰山一角 在他的世界里经营权的继承就等于生命 为此就算是践踏亲兄弟他也要争取 所以他从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任何过错 看着面前恼怒的光佑 这个龟孙子不仅一点歉意都没有 反而开始威胁起了光佑 我警告你最好不要乱来 否则不管是散布谣言还是起诉 最终受害的一方都只有你 光佑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本来他还想接受道歉再收取点赔偿金就算了 但现在看来 也许拳头才是教他做人最有效的方法 可下一秒光佑的拳头却停了下来 原来是突然出现的金明熙喜极而气的抱住了他 这下可给光佑整破房了 你这娘们唧唧的算怎么回事 关键是还给那个龟孙子看了笑话 不仅被他找借口趁机离开 还狠狠地嘲讽了自己一番 此时的金明熙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他还以为真的要见不到好兄弟了 直到被光佑狠狠地推开后 这才恢复神态说起了正事 原来他是特地来给光佑送武器的 据说这是发现光佑是手里唯一紧紧握住的东西 只是金明熙不明白的是 这么破旧的一把短剑光佑为什么这么看重 而且检测出来的攻击数值也只有一百点 更不用说有什么特殊能力了 盯着手里的短剑光佑满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说也是双S级副本出的装备 怎么可能会是个破烂呢 直到夜深人静四下无人后 重新握起这把短剑的光佑终于知道了一切 原来是因为灵魂契约的武器别人根本无法查阅 所以他真正的身份是一把攻击力为5500点的神话机武器 不仅能在体力为灵式激发10秒的无敌效果 而且还能肆意毁灭被选中的一切目标 但最为重要的却是最后一条 契约者的等级和升级所需要的经验都将变为1 这就意味着光佑随便杀一只怪物都能得到升级 虽然说等级永远被初始化为1 但其实这也只是表面上 因为每次升级带来的属性提升依旧是存在的 只是如此逆天的武器却令光佑不由的担心起来 这么烫手的东西肯定会招来很多麻烦 卖掉他换点钱会不会更好呢 毕竟自己的家庭的确非常需要钱 然而当他仔细阅读灵魂契约的说明后 终于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 卖掉武器只能解除契约 这就意味着契约者必须死 光佑才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大不了以后去副本都自己一个人好了 如果能好好利用这把武器 单杀C级或是B级地牢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他的套装效果却让光佑再次犯了难 且不说找到其余部件的难易程度 要是在漫长的过程中被其他人知道了 他们肯定会为了占据整套物品而杀了自己 所以在这天到来前他必须不顾一切地强大自己 于是他当即决定先完成新手教程 猎杀十只猛兽 而病房里最大的猛兽那就只有蚊子了 果不其然每一只的击杀都是有效的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 然而当他期待着奖励的降临时 周围却迟迟没有动静 直到看见地上突然出现了黑影 光佑这才发现那是头顶上有个箱子在快速降落 怎么什么都从天上掉下来啊 光佑无奈地吐槽了一句 然后连忙飞扑了出去 箱子看起来非常的古朴厚重 感觉更像是中世纪时期用来装金条的 可当他满心欢喜地推开盖子后 出现的却只有一件沾满灰尘的短袖 光佑不可置信地看着衣服上的破洞 实在不敢相信这竟然就是任务奖励 气得他当场就要将其扔到九霄云外 可好巧不巧偏偏这时有人来病房看他 而那块肮脏无比的破步 就这么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来人的脸上 尴尬的是他们还都是猎人管理局的要员 这一点从他们的制服就可以看出 而且其中一位带着凶花的更是组长级别 好在他们提前了解到光佑的精神可能存在问题 所以这才没有与之计较 我是猎人管理局治安部四组组长郑士勋 听说你的等级提升了 光佑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应该是妹妹薛亚说的 然而还不等他出言便解 郑士勋又转头看向了身边的同事 表示让他帮忙用仪器检测一下 这下光佑真的有点慌了 要是被发现了自己该如何解释吗 毕竟他可不想现在就被人发现那把神话机武器的存在 值得庆幸的是检测数值并没有异常 还是和刚发现时的一样 这倒是出乎了光佑的意料 看来测试仪并不能检测到可分配点数的存在 这就意味着只要不主动上传自己的数值 猎人管理局就不会发现他的异常 但谨慎的郑士勋还是想听听当事人的说法 于是他再一次向着光佑重复了之前的提问 心虚的光佑顾左右而言他 表示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升级提示的确出现过但转眼就消失了 只是如此拙劣的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 因为只要打开自己的状态窗口 所有事实就会浮出水面 于是在郑士勋的强烈要求下 光佑只能查看起自己的信息面板 检测仪倒是没有出错 等级和思维属性也的确没有变 只不过可分配点数却已经来到了50点 事实证明升级并不是假象 但好在这些都只有光佑自己才能看见 真正的任务还没开始就已经升了十几 这让谁看了能不开心呢 就在这时一条奖励已到账的消息随之跳出 光佑这才确认那件破烂真的就是任务道具 发愣之际目光也不由地看向了门口的垃圾桶 可他似乎忘了郑士勋还在等他的答复吗 光佑虽然一口咬定并没有升级 但他刚才的停顿却引起郑士勋的警觉了 这家伙的执着的确出乎了光佑的预料 于是他当即表示自己是在考虑捡回那件衣服 因为仔细想了想觉得丢了还是蛮可惜的 毕竟只要缝一缝再洗一洗还是可以穿的不是吗 这话说的恐怕连他自己都很难幸福吧 但是没办法 谁让他的精神问题得到过医生的认证呢 郑士勋也全当李光佑是再次发病了 只是在临走前他还不忘郑重警告 李光佑先生 若是你觉醒了特殊能力 请一定要及时上报管理局 否则擅自滥用能力将会依法受到处罚的 说完头也不回地关上了门 可光佑心里清楚 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公平公正 可一旦发现了破坏平衡的存在 一定会毫不犹豫将其剔除的 所以光佑决定必须要隐藏到底 这件破洞衫看起来其貌不扬 但却出奇地合身 而且就在穿上去的一瞬间 身后同时还掉落了一颗宝石 根据信息窗口得知 那是用来升级这件衣服的 这倒是光佑前所未见的 于是他尝试性地按照要求 将宝石推向了胸口 神奇的是他竟然真的融合到了衣服里 下一秒一层妙眼的绿芒 网罩住整件衣服 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系统提示 信息显示这件无袖衫 不仅升级获得了两倍的防御力 而且还多了一个隐身的能力 如此不可多得的一个技能 若不是灵魂契约装备的话 真不敢想象这能卖到多少钱 不过在那之前 光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测试技能效果 不一会病房的地板上又多出了一条长裤和裤衩 镜子里的倒影开始慢慢淡化 很快除了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外 镜子里已经完全照不出光佑的身影了 而且不光如此 就连被他触碰到的物品 在一定范围内也会慢慢变成透明 而那范围的长度 差不多刚好就是黄金短剑的长度 显然这两件装备可以很好的适配 与此同时一声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原来是维持技能导致了魔力的耗镜 光佑开始慢慢现出了原形 不过他的注意力明显已经被这两件神器给深深吸引了 一把几乎是破坏平衡的短剑 一件可以随时隐身的防剧 就算是等级只有1 他也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反而是因祸得福令他大为庆贺 可好巧不巧偏偏妹妹在这个时候推门而入 因为得知管理局的人夜袭病房 血压本来还想看看哥哥会不会出什么事呢 没想到却碰上了这么尴尬的音乐 只见光佑正光着定摆出一个拉屎的动作 奇怪的行为吓得妹妹的寒声顿时想撤整座医院 这下真的是想不看精神科都难了 一日一早 遮掩的严严实实的光佑好不容易溜出了医院 然后马不停蹄的就赶往了早已荒废的旧城区 因为在完成教程任务后 他很快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击杀5只领主及怪物 门口的守卫还是一如既往的森严 他们也是猎人管理局的成员 只不过除了会收购路费一点帮助都没有 就连隐身的光佑路过他们身边时 还能听见他们讨论的全是几点下班的事情 至于接下来这台技能感知一旧更简单了 虽说他能检测到通过的任何技能 但只要不使用技能不就好了 凭借短暂的解除隐身 光佑忠实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门禁 不得不说还真有几分叠战片的味道 然而城内的景象却是有点出人意料 平时人际罕至的B级副本 如今竟然每个入口都排起了长队 这可给光佑添了不少麻烦 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即将见底的魔力马上就要令他的隐身失效了 于是光佑不得不随便先找个人少的副本进去再说 然而还没跑出去多久 口袋中的手机却传来了消息 原来是来自猎人管理局的通知 说是有个B级副本的清理任务失败 导致了门的开启 需要周围附近的猎人及时支援 可光佑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这个地址不正是在他的附近了 果不其然下一秒他的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响 一头巨型蜥蜴突然从咖啡厅破窗而出 目睹着一切的光佑当场愣在了原地 不过很快他又平复了心情 毕竟他现在还处于隐身状态 对方应该 不对 那头蜥蜴的眼神明明是在盯着自己 只可惜光佑的醒悟还是来晚了一步 满口獠牙的巨蜥已经朝着自己扑了过来 紧接着一根闷棍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是一击便直接清空了光佑的体力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响得不停 光佑终于明白是由于自己的隐身技能等级太低 这才无法瞒过这只怪物 但归根结底还是光佑自己答应 毕竟这是在副本附近 就算有了隐身还是要时刻保持警惕 不过还是有值得庆幸的地方 那就是巨蜥的这一击直接激活了短剑的技能 获得十秒内的无敌 无视体力直接破坏被选中的目标 而且灵魂契约武器的着装也比想象中更加便捷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立马出现在手里 与此同时巨蜥的攻击再次接踵而至 如果这次却被光佑身前那股无形的力量全推了回去 问凭对方如何攻击 那根武器始终都只能停在身体周围一寸的地方 巨蜥也傻眼了 这个人类是他从未见过的传新版本 下一秒来自光佑的怒火扑面而来 那柄看似平平无奇的短剑 更是令他感到来自生命的振战 但好在这种感觉转瞬即逝 因为对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种车脑袋已经彻底化为碎肉四散横飞 如一无二的生计提示再次接踵而至 光佑的魔力和体力也都得到如己 第一次领略到短剑的威力还是让他吓了一跳 难怪技能的名字叫做毁灭了 还真是贴切呢 就在这时一阵喧闹打断了光佑的思绪 眨眼的公主就见路口拐进来一会儿 吓得光佑赶紧转身就跑 毕竟以他一级的身份要怎么解释杀掉B级副本的怪物 到时候很可能连偷偷溜进这里的事情都会被发现 然而好巧不巧 偏偏这个时候又有一只巨蜥拦住了他的去路 好在无敌状态还未结束 光佑因抗一击也并未有任何影响 同样惊恶的表情再次出现 怪物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就是敲了这个人类一下 就直接被一剑秒杀得连扎都不胜了 毁灭结束的系统提示随之跳出 但属于光佑的麻烦也相继出现 亲眼目睹他击杀怪物后 倒是不劳他在废口舌解释 可忘记开启隐身的他却将自己的等级暴露在了众人的视野里 这下要真被抓住可就麻烦大了 索性从布本里溜出来的怪物还不止两只 接连出现的巨蜥成功阻碍了大部分人的追击 可其中的大刀男却还是对光佑穷追不舍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知道光佑身上一定有神话或者传说级的装备 就在这时又有一伙人信不走来 身后的男人第一时间呼唤起了对方 很显然他们是一路人 情急之下光佑只好当面用出了隐身 虽然将自己的底牌全都暴露 但好在也为自己争取到了逃跑的机会 大刀男当即责怪起了对方 可人家隐身了有什么办法 光头一脸无奈 而且干嘛要追一个一级的家伙 直到从大刀男口中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光头这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 自古以来只要地上的东西都是见者有份 想到一块去的两人不约而同的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还未走远的光佑也听明白了一切 原来他们都是掠夺其他玩家的败类 当务之急只有进入副本才是最安全的 可正当他转身准备离开之际 脚下的玻璃却在这时暴露了他的位置 挖住机会的大刀男二话不说 直进一个要光斩就挥了过来 光佑一个翻滚虽然躲得有惊无险 但维持隐身的魔力却也在这时告急 下一秒光佑的身形就暴露在了众人的视野里 远处的掠夺者们此刻满眼都是贪婪 于是迫不及待的就全都追了上去 当然他们还不忘利用技能来阻碍光佑的步伐 光佑躲得也是异常辛苦 无奈之下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还未用完的属性点上 于是他第一时间调出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并将所剩的35点属性全都分配到了敏捷上 令人惊喜的是突破50的敏捷之后 还额外获得了一个专属技能 飞驰 移动速度上升50% 魔力每秒消耗一点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了 喜出望外的光佑第一时间向前奔去 因为前方不远处正好有个地下城入口 突然暴增的速度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但他们始终断定这个家伙应该不会跳入地下城 因为这对只有一级的他来说简直就是找死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人不仅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 还满脸嘲讽地对着他们比了个中指 出乎意料的一幕给他们所有人都看猛了 但他们却并没有继续追下去的打算 因为这下面可是C级副本 他们只需要等底下那家伙死后捡他的道具就可以了 可以旁的光头男却在这时提出了疑议 只因他刚刚听说那家伙一击就秒杀了蜥蜴战士 难道他不是也有机会通关副本吗 然而熟知这个副本的大刀男却表示没那么简单 他坚信那个小子绝对活不下去 与此同时另一面 不断下落的光佑也收到了进入C级副本的提示 迟到好一会儿才跌落到了地面 不禁令人怀疑以后进入副本是不是还得被降落伞 而且这里似乎也与常规的地下城有所不同 倒是有点类似之前双S级的那个副本通道 唯一不同的是既没有出入口也没有任何路标 有的只是这个突然出现的战斗提示 警惕的光佑第一时间换出了黄金短剑 十分钟的倒计时已经开始 光佑需要做的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清理怪物并生存下来 就在光佑期待会出现什么怪物时 一只90级的史莱姆在洞口缓缓探出了脑袋 光佑的心中不由得一阵轻松 还好不是什么等级是问号的怪物 天真的他甚至还想让史莱姆赶紧下来好尽快结束战斗 可下一秒史莱姆的身边又出现了一只 紧接着是更多的小绿球接连出现 光佑差点就被惊掉了下巴 因为此时洞口的一圈已经围满了史莱姆 当他们前赴后继的向下跳跃时 那场面真的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了 大意的光佑还从未设想过这种场景 虽说毁灭的秒杀能力非常强大 可他也不确定这种技能的冷却时间到底是多少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 显然不适合将自己置于空血的危险境地 这就意味着他只能依赖自身的能力来面对这场挑战 为什么这该死的人生每次都是荆棘从生啊 光佑感慨之余率先发起了冲锋 只是没想到萌萌的史莱姆也是个多变的家伙 突然转变的形态打得光佑措手不及 出乎预料的强烈痛感 更是直接令他的血量降低了20% 好在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只要随便击杀一只 光佑就能立马恢复所有状态 可当他抓住机会一刀切开这只小绿团子后 想象中的系统提示却并未出现 反而是一分为二的史莱姆开始原地蠕动了起来 下一秒他的皮肤上突然萌生出一颗小眼球 一只90级的史莱姆竟然变成了两只45级的低级史莱姆 光佑彻底傻眼了 这算怎么个事啊 难不成每一只都要杀两遍吗 崩溃的光佑开始胡乱挥舞起手中的剑 可还不等他追杀到这两只小莱姆 又一只大莱姆接踵而至 大莱姆虽然笨重容易命中 但结果却如出一辙 这下光佑是彻底被这绿色团子给包围了 在他们疯狂的挤压过程中 光佑的体力也在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下降 直到体力来到了仅剩的50% 急坏了的光佑总算是彻底憋不住 他必须要斩杀一只小莱姆来解除危机 而不远处那只正在嘚瑟的小莱姆 就将是他最好的目标 终于光佑排除万男从莱姆堆解了出来 他第一时间朝着小莱姆飞奔了过去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只横空出世的拳头精准命中了他的脸颊 光佑的体力还是不幸地降为了零 与此同时 副本外的大刀男也正好在解释这里的奇异之处 10分钟消灭300只怪物 同时还要面对他们分裂的能力 这就是大刀男赌兵那个一级的家伙 无法通关的根本原因 只不过大家在足足等了5分钟后始终不见动静 这下大刀男也开始慌了 但很快他又想办法说服了自己 一定是那个家伙使用了隐身在拖延时间 所以他肯定快要坚持不住 大门应该很快就会解锁 大家做好准备抓住史莱姆 好在血量见底的一瞬间 光佑也成功斩杀了只小莱姆 随着久违的升级提示音再次降临 得到补给的光佑终于重换新生 于是光佑不断选择乘胜追击 狭窄的空间被二次分裂的史莱姆挤得水泄不通 使得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光佑的命中率 如法考之下很快又有几只倒在了他的剑下 终于在一片刀光这次播后 光佑有惊无险地斩杀掉了所有的怪物 而那一地闪闪发亮的奖励就是最好的证明 只不过此时的时间也只剩下最后的40秒 盯着计时器的光佑不由的一阵唏嘘 但当他打开自己的状态窗口 看到那整整1500点的可分配属性点后 顿时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毕竟这可是将近300级的提升 一般猎人就算是努力10年都未必能达到 而他却仅仅用了10分钟就完成了 只是奇怪的是副本似乎并没有要结束的迹象 我不其然 就在倒计时来到最后的15秒时 系统迎来了新的任务 BOSS将在15秒后抵达战场 这其实对光佑来说反而没那么困难 因为只要使用毁灭就可以轻松将其消灭 所以在那之前 他决定先好好收集地上的这些奖励 满地的装备材料皆归他一人所有 这可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果然还是要有力量才行啊 然而就在光佑期待会有怎样的领主降临时 现实再次给他来了一记当头棒 因为这次的怪物不再是从洞口出现 而是直接飞在了天上 竟然是一条翼龙 与此同时副本外的大刀男也是傻眼 因为这小子已经进去足足有十几分钟了 再继续等了2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后 身后的众人也忍不住开始了抱怨 颜面近视的大刀男当场气得满嘴喷酸 不愿意等就给我滚 然而一旁的光头男却不乐意了 滚可以 这下倒好 战利品还没抢到手 两伙人反倒掀起了内讧 因为光头男觉得自己是为了配合他 才浪费了刷副本的时间 而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其他人的一致认可 孤立无援的大刀男满脸诧异 他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更没想到管理局的人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你们说谁进入了那个副本 而此时的光佑别提有多艰难啊 炙热的龙面感觉都能把人给融化 他除了逃跑一点办法都没有 谁能想到刚解决完群体攻击的十安米 又来了个远程攻击的宝 而且还会在天上飞 这对于短小而惊悍的光佑来说 简直就是天客呀 无奈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些散落的装备上 可当他随手拿起了一颗装备金时后 打开的却只是一柄50点攻击力的长矛 这几乎就等同于是件玩具吗 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用来测试自己的攻击距离 随着光佑将飞斥技能灌入到长矛之中 一五次火空声顿时爆发而出 只可牺牲是浩大却威力不足 长矛飞到了洞口就开始掉转直下 反倒是巨龙随口喷出的火焰 就逼得光佑不得不仓皇逃窜 相比之下两者的差距别提有多大 于是光佑只能再次尝试提升自己的属性 并将大量可分配点都堆到了力量上 眼看着巨龙的身体越来越近 光佑赶紧又掏了把武器 然后用尽全力再次朝着目标投掷了过去 虽然依旧未能造成有效伤害 但庆幸的是这一次光佑终于击中的巨龙 看来增加力量这个方法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于是光佑只要一有空就疯狂点击力量按钮 直到攻击的机会再次来临 他毫不犹豫地抄起武器直接丢了出去 果然不出其所料 巨龙痛苦的哀嚎中 光佑成功造成了1069点伤害 虽然这对巨龙的生命值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但起码也算让人看到了希望 于是光佑索性采取了剑海战术 只要攻击的次数足够多 再高的血条都会被他磨光 很快巨龙的血量就来到了仅剩的29% 至此巨龙却突然改变了战术 只见他收起肉汁的同时身体开始急速下溅 再几乎就要接触到地面时在往一趟出一大股 狭小的空间顿时被灼热所笼罩 无处可逃的光佑只能硬生生承受着灼烧 他的体力也随之骤降到了57% 而那巨龙此刻正煽动起肉汁不断攀升 以为他是要逃的光佑连忙捡起最近的武器 然后毫不犹豫地再次丢了出去 可没想到怪物突然一个回身急转直下 口中炙热的蓝焰更是再次喷吐而出 渺小的匕首瞬间宛如泥流入海 直接被淹没在了活海里 而底下的光佑则毫无悬念地撑下了所有攻击 无尽的蓝芒瞬间将其笼罩 带到热浪退去后 光佑的体力也不出所料地掉了金光 该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 看着飞扑而来的巨龙 绝望的光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没想到毁灭激活的提示却在这时再次响起 这是一把平平无奇的新手短剑 却能一击秒杀及一线的魔龙 就在光佑感到绝望之际 一生熟悉的提示音又重新燃起了他的斗志 因为原本不抱希望的毁灭竟然再次生效 这就意味着无论巨龙有多么强大 都只需要一击便能彻底消灭 随着手中的短剑被光佑抛出 巨龙跑步的蓝焰也随之落水 只不过这一次对抗却有了新的变化 短剑不再被龙焰所吞没 而是硬生生将其冲散 开辟出一条从下至上的空气通道 然后在巨龙的哀嚎声中惊喜 直到突然轻松贯穿他的脑袋后 所有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接着又是一道剧烈的爆炸声中 巨龙的残躯直接碎成无数小块 然后化为了奖励 惊世纷纷从空中落下 可就在这时光佑突然察觉到了有人靠近 下一秒就见眼镜男在一片惊呼声中从天而降 紧随其后的还有四组组长郑士勋 在得知只有一级的光佑进入这里后 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冲了进来 只可惜周围已经没有了人意 就连一旁的眼镜男都表示这只是白费力气而已 毕竟作为C级副本中难度最大的一个 他一个一级的就算拼死也不可能通关的 而且在医院的时候也已经明确了 他并没有觉醒或是拥有特殊能力的迹象 可郑时勋却并不这么认为 要是他有什么特殊的装备也说不准 文言眼镜男顿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这就意味着那小子在有意违反管理局的规定 但不管结果如何 作为管理局15年以来秉承的发现立即报告的原则 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调查清楚 这下眼镜男可就更难受了 因为他深知组长说出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这就说明他不光要开始加班了 就连今天的晚饭都要变成泡面了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所有的一切其实都被光佑禁收眼底 直到两人彻底消失在次元门后 他才慢慢解除了隐身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光佑没有继续去医院 而是直接回到了家里 气喘吁吁的模样惹得家人一阵担心 还以为是有人在后面追他呢 直到确认无碍后父母的责骂才接踵而至 因为这小子居然说都不说一声就溜出了医院 而光佑则是充耳不闻慌忙地闯进了妹妹的卧室 既然已经明确管理局的人在追查他了 那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于是他果断查阅起了猎人特立法实行规则 然而突然出现了妹妹 却差点吓了他一跳 光佑连忙解释只是想看看上次的意外能否向国家要点补偿 雪雅能感觉到哥哥在隐藏什么 于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去副本了 此话一出顿时就给光佑吓喷了 怎么可能 只有一击怎么可能会进入副本 是吗 那为什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会没人接 文言光佑连忙掏出了自己破的不能再破的手机 表示应该是电话换了 今天忙着找兼职还没来得及休 看到这里妹妹总算是安心了下来 然后赶忙安慰起哥哥不用太过勉强 就算当不了猎人也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 光佑满口答应 在确保妹妹离开房间后 这才又重新研究起了猎人特立法 没交过路费就进入副本的确是违法行为 但好在并不是什么重大罪 只不过谨慎行事始终是不可活缺的 至于眼下还是在困难来临前 好好应用这次通关的战利品吧 琳琅满目的物品栏里充斥着各种道具 其中甚至还有一条传说级项链 附带着技能更是能将玩家的状态回溯到十秒前 这一看就能卖个好价钱 只可惜再好的东西也得卖得出去才行 毕竟以他一级的身份要是去到黑市 难免不了又是被一顿追杀 正当光佑苦于没有出售渠道之际 手机响起了好友金明熙的电话 光佑一听就明白对方喝高了 下一秒电话那头就传来金明熙的怅火 你知道我鼓起了多大的勇气 才给你打这通电话吗 没来由的一句话搞得光佑莫名其妙 紧接着金明熙又开心地表示 自己通过了猎人考核 而且还被吉尔德雇佣了 好友的成功也令光佑感到开心 但这和勇气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是金明熙因此和崔仔英成为了队友 所以才会对光佑感到抱歉 光佑的确被这个消息惊叨 但很快她不光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还反过来开道起了金明熙 毕竟努力升级并没有错 以后成功了不要忘记带我一起进副本就行 对于光佑的理解金明熙很开心 所以就算讨厌那个还在组队的崔仔英 她也会像疯狗一样努力升级的 闻言光佑当即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再三追问下这才得知 原来今天是崔仔英的最后一场经营权考核 作为领导能力的测试 她将亲自带队清理掉一个地下城 但未曾想着去让光佑嗅到了一丝机会 废弃的地铁站内 毕身金甲的崔仔英正在做着最后的动员 大家可以慢慢抓 但是要记得安全第一 大家整装待发等待着最后指令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崔仔英的身上 丝毫没有发现队伍后方的拐角处 正有一个人默默注视着这里的一切 光佑居然也当起了老六 不仅偷进别人的副本 还坑得人家无怪可刷 就在崔仔英还在整理队列之际 光佑也敲摸赶到了现场 为了安全考虑崔仔英提前买通了守卫 将入口的技能检测仪悉数关闭 这就无法登记进入副本的人员信息 到时候就算少几个人也不会被发现了 考核人员开始有序入场 躲在暗处的光佑也准备要动身了 趁着大家还没走完 她赶忙凑了上去跟在队列的最后面 由此她也正好发现了队伍里的金明熙 只见她满脸愁容一副愧疚的模样 显然还在因为加入崔仔英的队伍而打到抱歉 看来她真的很在意啊 然而光佑却并没有责怪她的意思 反而担心她会不会被崔仔英那个家伙坑 直到听闻流星集团为此上交了巨额的过路费和工会费 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毕竟只要是工会行为而不是崔仔英的个人行为 那起码不会随意客扣猎人的工资了 副本的入口位于地铁站的售票厅内 人员集合完毕后崔仔英再次强调了注意事项 因为只有所有人手牵着手 才不会在次元通道里走散 说完她就率先进入了副本 接着是身后的队员紧随其后 直到光佑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名人员入场后 她才渐渐撤下了隐身 可没有随对标记的她又该如何进入副本了 只见光佑不紧不慢地打开了背包 然后将一筷子玉宝石拿了出来 原来这是一颗用来追踪副本的空间弹 只要将其放入次元门中 就能检测到最近一周都开启了哪些副本 而其中时间最近的那一个 毋庸置疑就是刚才崔仔英开启的副本 随着一阵白光将人吞没 属于光佑的报复终于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副本内的战局也迎来了白恶化 扑面而来的魔珠根本不是这些菜鸟所能应付的 它们全都被吓破了的 最终还得靠崔仔英自己出手 所幸结果有惊无险 以崔仔英的等级处理这些小怪还是手拿把掐的 至于这些菜鸟的宫威他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表面上当然还是和他们客客气气的 但心底却早已将这群蠢货骂得半死了 可归根结底还是要怪自家的那个老头 要不是他自己也不会来这个鬼地方 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可能就是提前招揽了金明熙 至少有他在的确能帮自己解决不少问题 这会儿他已经将所有散落的人员召集完毕 就等着最后的冲击报房间 本来崔仔英只是为了对付李光佑才招揽的他 但现在看来出去培养成手下也不是不可以 终于就要迎来最后的时刻了 在各种鳄鱼奉承的吹捧声中 崔仔英似乎也提前将自己带入到了下一代继承人的角色当中 只是当他信誓旦旦的推开大门后 等待他的却只有一个空无一物的房间 Boss去哪了 崔仔英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金明熙第一时间表示可能是副本出错了 毕竟外面的魔珠的确已经被消灭完了 崔仔英也认可这样的说法 于是当即决定重开一次副本 直至房间内的光佑亲眼目送他们离开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这里的领主是怎么没的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天亮 带到光佑回到家时 正好赶上了一家人吃早饭的时间 可还不等妈妈招呼吃饭 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走向房间了 因为直到这会儿他才有时间好好欣赏自己的战利品 第一条信息不出所料的是来自好友金明熙 一个副本开了三次都没有领主 这种事情怎么能不让人觉得荒唐呢 只不过光佑更渴望知道的是 崔仔英现在会是怎样的表情 真是一场令人愉快的狙击 而且顺便还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目前只需要再跟着崔仔英开一次副本就能完成了 紧接着心情大好的光佑打开了电脑 毕竟这三次副本还收获了不少好东西呢 可还不等他查询到装备的价格 一走网站置顶的消息却吓了他一条 一个等级唯一的家伙掉进了C级副本 却从史之中都没有出现过地牢失守 这写的分明就是昨天的自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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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